大家好,我是 我是你们好久不见的LORI 我前天 我昨天 我前天刚弄完最后一课的final 然后 但是我的实习还没有结束 而且我现在感冒了 但是我实在是太想打架了 所以 今天这个视频主要就是讲一下 你生病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我现在正在生病 所以 我发现 我每次生病都会做一些相同的事情 然后就在想你们是不是也会中枪 生病的时候 你会不会总有一种 你瘦了的错觉 这下瘦的只剩皮了 你瞅瞅 是不是吃啥啥没味儿 甜的 我现在烫不出味儿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一默默起来觉得 你感冒的声音很性感 You got me feel like Frain You got me feel 但我要告诉大家 当你有症状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摆住自己的症状好吗 不然你会觉得自己下瘦就要够胎了 头头 咳咳咳 咳咳咳 咳咳咳咳咳 眉毛疼 就搞我死了 然后你的情绪就会变得很脆弱 但说实话 身边的时候大家都挺脆弱的 都挺情绪化的 不 这面墙真的好白 好纯洁 又显得好寂寞 这个爸爸太可爱 喂妈 嗯 我最近挺好的 身体也很好 嗯 不用担心 好 嗯 拜拜 我好懂事啊 好神经 那还有生病的时候 嗯 你像有些正常咳嗽啦 打喷嚏啦 吸鼻涕啦 也会变得很尴尬 前两天 我在图书馆自习的时候 你如果总咳嗽的话 你就会怕打扰到别人 所以你就会忍着 我会变得 realms 我看看你咴咩 我怎么了 It's okay Are you okay? 还有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国外这个打喷嚏的一个习惯 就比如说你打喷嚏的话 别人会说Bless you 但是当你生病的时候你不断的打喷嚏 你情况就会变得很糟糕 Bless you Thanks Bless you That happens Thank you Oh jeez Sorry Shut the f*** up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生病也是这个德性的话 就请给这个视频一个转发或者一个赞或者一条评论吧 最近天气也是很冷 很多同学都在忙期末 本来休息就不好身体也比较弱 希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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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咋抽了呢 那就希望大家不要像老瑞那么蠢一样生病伤了这么久还不见好 咱过给 听说大家想我了我也想大家以后我们会经常见面的 拜拜 另外一看呢 老瑞就把人家管了 老瑞就把人家管了 好久没看镜头啦 有点小笑笑 嗯 好久没看 好久没看